生動的畫面轉換與主播報導 可能全都是AI產製出來的虛擬動畫而成 還有趣味的影片可能也是透過AI生成的 這些影片資訊被應用在各個領域上 包括產官學 研界 都透過科技輔助融入日常 影響力不容小覷 主持人的主持人完全是一個 沒有人在錄製 完全是一個虛擬的方式生出來的 然後包括後面的圖表製作 然後是透過AI自動排版自動生存出來的 那天氣的預報當然不是用AI生 當然是根據Open資料 去抓去最新的Open資料然後進來 所以這樣子的影片 現在其實已經可以全自動的去進行下去 就不再需要有一個人力去 每天去更新這樣子的影片 那虛擬角色部分應用也非常多 就是同樣的這樣子的東西 它可以選擇說它的虛擬角色 它需要是卡通風的 需要是一個比較現實風 像照片風格或是在中間的風格 那一樣只要做設定 就可以展出不同的風格出來 然後其他應用也很多 像是更多的AI在自動化影片 都可以做的形象 左邊這個例子 這個是透過小物品AI開源的Whisper 然後可以讓一個演講 自動的央文字 然後加加到影片上面去 然後大家可能也看過類似的服務 然後把那個影片上面加上那個字幕 自動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字幕編輯時間也要花時間 那比如說我在這個之前跟工型系 我們合作一個我們想要去了解這個民眾對核廢料的看法 那我們想要知道民眾是這個對核能的意見是怎麼樣 然後對於核廢料呢要選擇在什麼 就是核廢料放在什麼地方 還有什麼看法 所以我們就是跟工型系還有這個台電 做了一個合作的研究 那我們就去PTT啊 這個Facebook啊 他們收了很多民眾對於這些核廢料的這個討論的文章 那我們就要去發展一個模型去評估說 那這個民眾對核廢料或是對核能發電是支持或反對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它的缺點也很明顯 就是當這個台電它現在的這個興趣已經改變了 它已經不在乎這個永核反核了 它現在在意的是民眾對風力發電選擇的看法 那要怎麼做 那我們要重來 我們要再收集一堆跟風力發電有關的文章 然後再找一些工讀生去標資料 然後再訓練一個判斷民眾知不知識風電的這個模型 那如果未來又有一個新的一種議題出現 那又要再做一個專門的模型 那所以這樣經常會有這個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情況 所以說大型原模型最大的優勢我覺得就是呢 它可以再不需要訓練資料 那它可以去做任何它根本沒有看過的任務 比如說你現在問它這個核電的問題 它就可以幫你做分類 你問它風電的問題 它也可以幫你做分類 那你甚至叫它解釋理由啊 解釋原因啊 你甚至想一個新的問題去問它 它都可以幫你立刻產生一個回應 我們即將蘇惠富 即將成立一個AI評測中心引擎監管 AI評測主要是蘇惠富的業務 那即將應該在下禮拜 就會有釋出相關的訊息 就是說我們會有把AI的產品的服務 相關的服務進行驗測 來進行看說它是不是政治正確 比如說它會不會講一些禁止 會不會講一些不是台灣的用語 會不會講一些違背我們風序了 就是政治不正確的話 那未來各種會出現很多AI的服務 AI的產品 都會來到AI驗測中心來進行驗測 那這是我們即將推出的一個服務之一 那這個服務主要在對應的 扣合的第一個就是安全 我們注重AI的安全性 所以公部門其實用AI這件事情 所重的是安全 中家寬平攜手台大新演所舉辦的論壇 持續整天 除了探討AI生成的產官學沿界應用 也延伸到對社會的影響如何治理 包括技術與法律問題 社會結構的改變 人類行為與價值觀的影響 要創造一個科技與人們並行的未來 還需要大眾一起來思考與面對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來帶給一些新的機會